郭文貴議員 那所有各黨團 都已經到現場 我們介紹 各單位 各 司法院 有我們的 呂秘書長 呂秘書長 還有刑事廳 書廳長 好謝謝 華務部還有我們的 政務次長蔡政務次長 還有檢察師 王師長 調查局 廉政處 許護處長 好還有內政部 刑事警察局 黃局長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黨團協商 那麼今天的黨團協商 我們 是 繼續 協商 刑事 訴訟法 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刑事 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刑事 訴訟法 施行法 增定第七條之十一條文 十一條文草案等案相關事宜 那當然還有第二第三 那我們就依照 協商的議題的順序來處理 那麼我們現在 先 來進行 刑事 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那麼大家 手上 都有一些資料 就是 大概在委員會 相關的一個協商的資料 那麼 本案在 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審查完聚 並決議院會討論前 需交由黨團協商 民進黨黨團裡 107年12月27日 108年3月11日 召集協商 未能後製共識 那麼 案 修正 細微保障 被告於 審判中之 之 捐證 後製權 就是被告的 對於 捐證 一個後製 的一個權利 那麼大家可以看 協商條文的對照表 那麼 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這一條的討論 那麼在 先前黨團協商的時候 時代力量 也曾提出一些修正條文 那麼修正條文 現在也在座面上 時代力量 有人沒拿到嗎 何總照這邊來 你們那個助理哪一個人給他 好 來我們就進行第三十三條條文的修正草案 那個 委員會這邊要不要先 先讀一遍來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 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 法院或檢察官持有 保管之卷宗及證物 並得抄錄重置或攝影 亦得申請交付法庭開庭 偵查中詢問或訊問之錄音或錄影內容 被告於審判中得遇納費用 請求賦予法院或檢察官持有 保管之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電子檔副本 就法庭開庭偵查中 詢問或訊問之錄音或錄影內容 亦得申請交付之 前二項之規定 於卷宗證物、錄音或錄影之內容 與被告背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礙另案之偵查 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 法院得以裁定限制之 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 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 檢閱超錄、攝影或重製之 但有前項情形 法院得以裁定限制之 對於前二項法院所為限制之裁定 得提起槓、抗告、宣讀完畢 那審查會通過的版本順便讀一下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三十三條 並且確保 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 並得超錄、重製或攝影 被告於審判中得遇納費用 請求賦予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 與被告背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礙另案之偵查 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 法院得限制之 被告於審判中 經法院許可者 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 檢閱之 但有前項彈書情形 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 法院得限制之 對於前二項之彈書所為限制 得提起槓、抗告 持有第一項及第二項 卷宗及證物內容之人 不得救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宣讀完畢 好來 那麼 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供的修正動議 有 黨團的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動議 也有審查會通過的版本 我們現在就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因為修正動議是時代力量提出來 對 那你先說明 好來 請時代力量說明一下 主席 主席 列席的官員 還有各個黨團 的代表 其實訴訟法 33條的修正 關係到的是 有關於在審判當中 被告以及辯護人的資訊獲取權 事實上 這個條文 這個制度 在本屆國會裡面 不是第一次修正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2017年 司法法制委員會 曾經針對這個制度 進行修正 那個時候 說要去因應 大法官司制737號 的解釋 在2017年的 那一次審查當中 我就曾經提出過呼籲 說 有關於 被告以及辯護人 在審判當中 資訊獲取權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正視 2007年那一次修正 所面臨的重大殘缺 而進行一併的檢討 不要只是用補貨網的心態 再補4至737所產生的問題 牽涉到哪些程度的問題呢 第一個是 為什麼 是沒有辯護人的被告 有資訊獲取權 有辯護人的被告 他作為這一個 刑事審判程序之主體 列於被告的地位 他為什麼沒有資訊獲取權 第二個部分 除了審判中 以及偵查中 的資訊獲取權的問題 要一併的處理 第三個部分 除了交付筆錄之外 牽涉到更重要的 刑事審判 程序當中 所牽涉到 認定被告 有罪無罪的基礎事實 證據資料 為什麼沒有證據獲取權 我2017年那個時候 提出來這樣子的呼籲 但是 當時審查的時候 司法院也好 法務部也好 就急著說 我們只要處理 市制737 補的破網 就好了 其他的以後再說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一年以後 那個條文 再度被大法官 宣告違憲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有了今天 這一次 我們要再度 進行補破網誓 的修法 那針對 資訊獲取權的部分 一直跟在大法官的背後 早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2017年就應該要解決 不解決 到2018年的時候 再度被宣告違憲 我必須要老實講 2018年我看到 那個大法官 762號的解釋的時候 我心裡很難過 就當初在2017年的時候 沒有堅持 那先讓他過了 結果過了以後 又被宣告違憲憲了 真的是情何以一堪 導致我們今天要再度的 又再回來 處理這2017年 早就應該要處理 的條文 那回到 我們現在 所在看 33條的規定 我上一次 在委員會協商的時候 我記得 我有曾經 跟司法院 也有跟法務部 的代表 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處理資訊獲取權 第一個 要素是主體 第二個要素是 可以得到資訊的 課體範圍 第三個部分 是排除條款 這三個部分 要想清楚 來進行規範 才不會 出現在規範上面 邏輯不一致的狀況 就主體的部分 我們現在 包括了辯護人 那被告 我也不管 他是有辯護人的被告 或沒有辯護人的被告 基本上 這個主體的方向 是一樣的 但是現在 課題的 資訊獲取權的部分 在課題可以得到的 對象上面 現在審查會通過的版本 請大家看一下 第二項的規定 他說 券終極證物的內容 與被告所述事實無關 或妨礙另外的偵查 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的隱私 或業務秘密的時候 好 以這個當作排除的 可以知道資訊的範圍 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但是我上次提出來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這個合理可以排除的範圍 你只在被告要的時候 把它排除掉 那辯護人要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它排除掉 也就是說 你在你的第一項 辯護人可以知道的內容當中 並沒有存在類似如第二項 彈書的排除範圍 那導致的狀況是什麼 導致的狀況是說 如果出現像第二項彈書的狀況 涉及到另外的偵查 涉及到第三人的隱私或業務秘密 被告不能知道 那但是他的辯護人可以知道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狀況 那個有趣的狀況是說 你如何的去防止這個辯護人 他要不然洩漏另外 另案偵查的資訊 要不然他洩漏了涉及到第三人的隱私 或者是業務秘密 也就是確保辯護人不會做這件事情的 法律擔保在哪裡 以及如果他萬一做了這件事情 他所會涉及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那這個問題會直接牽涉到的是 你在這個地方 針對被告以及辯護人 他的資訊獲取權的課題範圍 進行差別對待的正當性基礎在哪裡 更有趣的事情是 作為這個 這個刑事程序主體之被告 他竟然獲取資訊獲取權的範圍 比一個辯護人還要更窄 這個是現在在這個規範上面 所存在的問題 這個是我上次在協商的時候 我就有告訴司法院的代表 請他們回去想清楚 差別對待的理由在哪裡 那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第二個重點是說 上次在爭執的一個重點是說 那可不可以檢閱檢察官 所持有保管的卷宗以及證物 之前在委員會審查也好 或者是在協商的時候也好 司法院或者是法務部的代表 一直在說的事情是 那跟這個案子有關係的 卷證會全部移給法院 那既然會全部移給法院 那因此就不需要 再去講說有檢察官 持有或保管的卷宗以及證物 但是我要說明的事情是什麼 我要說明的事情是說 當檢察官針對一個 同一個或是相牽連的犯罪事實 在起訴的時候 他會移到法院的卷證資料 大部分的情況是全部移 但是不是完全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有一部分的卷證資料 他會選擇什麼 他會選擇不移到法院 留在檢察官 他的持有保管狀態當中 那之前針對我提出這樣子的狀況 我忘記了 好像是之前法務部的官員 曾經否認說不會啦 不會有這種狀況 要移他就是全部都移 但是我要再次的講 他不是在每個案件全部都移 有一些他會留在檢察官的保管 持有範圍當中 那你如果要我舉具體的例子的話 我就講得很具體啦 就是 親父烈雷劍的案子 陳慶南 陳偉智 李維峰 他們那幾個人被起訴 現在移到法院 已經開始進行第一審的審判程序了 移給法院的 不是全部 有一些卷 還留在檢察官的手上 好 那現在重點是什麼 現在重點是說 針對同一個犯罪事實 可能牽涉到其他證人的供訴 而不在 而不在 檢察官 移給法院的 捐證 還留在檢察官手上的捐證資訊 那些捐證資訊被告 以及他的辯護人 是不是有資訊獲取權 那我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所抱持的答案是有的 他有那個資訊獲取權 那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說 沒有移送過去的捐證裡面 可能有一些證人的筆錄 那那些證人的筆錄 對於其他同案的被告或同案的證人 他們證詞的可信度 以及檢察官起訴的事實 是不是能夠被證明這件事情 都會去影響到審判者 那目前就是法官的新證作業的判斷 那如果說 今天法務部跟司法院拒絕的理由是說 檢察官沒有移過去的是因為他牽涉到另案的偵辦 如果移過去讓被告或辯護人看到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另案的偵辦 這個我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同意 那處理的方法並不是說 處理的方法並不是說 他沒移過去的 你就沒有資訊獲取權 處理的方法應該是用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彈書 也就是如果讓他知道 他沒有移過去的捐證資訊的內容 會影響到另案的偵辦 因為可能現在熊姊還手上扣在 手上的那些捐證 可能牽涉到陳慶南的秘葬 那些錢到底送給誰等等等等的 會牽涉到另外的偵辦 那這個時候法官 在那個審判程序當中 就可以發動我剛剛所講的彈書的條款 排除不讓他作為月券的範圍 而且這個排除我認為 不是只有排除被告 連辯護人也要排除 那我必須要講一句很實際的話 就是說 針對辯護人有可能在 得到 就是說得到涉及到另案偵查 以及他人隱私業務的秘密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在法律上面所想的擔保機制 是說他不會講啦 他不會洩漏出去啦 你們所要用的 想要用的是 律師倫理規範來做擔保的話 那我必須要很老實的講 你目前實際上面運作的狀況 他擔保的效果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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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啦 也沒有道理讓辯護人 他的資訊獲取權的範圍 竟然可以比 那個刑事訴訟程序之主體 也就是那個被告 要來的廣 那我跟現在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就是說之前在委員會審查也好 委員會協商也好 跟審查會通過的版本 主要的席議其實在這兩大點上面 好 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來 抽成 謝謝主席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條文修正草案 這個利益當然是非常好 各位委員大致也都是 大致的方向 也都是希望說能夠保障被告在這個 獲取見證的資料的這個權利 不論是被告是不是有辯護人 只要是涉及到與被告或者是審判有關的資料 他都應該要享有閱見的權利 辯護人跟被告都應該可以檢視他相關的資料 這個部分親民黨團是認為 只要是在不涉及非法用途 或者是有損他人權益與司法公正的基礎上 就應該要保障被告的資訊獲取權 有獲知被起訴案件 卷宗證物等等這些相關內容的權利 讓被告可以在資訊獲取完整的狀態下 有效的去行使他的防禦權 像剛剛國產委員所講的部分 其實我也蠻認同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周城委員 還有沒有 來 周委員 謝謝院長 那大家午安 那我想我們這次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跟現行條文的一個比較 其實在前兩項並沒有有太多的一個更動 第一個本來我們的現行法就承認 辯護人在審判中可以檢院卷宗證物 定得超路或攝影 那我們這次只是在把重製這樣的一個方法 再把它明確化 另外就是說在現行條文裡面 本來也就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就是沒有辯護人的被告 他本來就可以遇納費用請求 來賦予卷內筆錄的贏本 那在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後 其實我們讓他的範圍更寬 但是有做了一個淡書的一個限制 那這個限制就是說 這個卷宗跟證物的內容 跟被告背訴的事實無關 或足以妨礙另案偵查 這些法院得限制之 那剛剛那個時代力量 黃委員的意見 他事實上好像也沒有反對這樣的一個 淡書的一個限制 只是說大家會有一個疑惑說 辯護人跟被告 辯護人的權限 辯護人的權利 是來自於他要辯護的這個被告 那兩者之間為什麼要做區別 那我想這個條文在我們審查 文會審查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做過一些討論 那當然就是說 辯護人他可以約這個相關的 全部的卷宗證物 那他有專業上的一個約束 專業上的一個倫理 那被告的話 我們希望說他約的這些 卷宗跟證物的內容 確實是用在這個案件的上面 所以我們做了一點限制 那另外就是說 黃委員提到說 他比較擔心就是說 從一些具體的個案裡面看到說 好像檢方或者是 檢方的情形可能比較多 因為所謂偵查不公開 可能沒有把全部 他認為應該有的這個卷宗 或者是證物 統統移到起訴後 都移到法院來了 那我想這個 在這個 第一個原則上面 當然檢察官你起訴 你就有責任 你就有責任 而且你不能去隱匿 任何的這個相關的 你應該要提出來的這些證物 那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透過整個審判的過程當中 那認為說 檢察官好像是不是 哪些證物沒有送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依照 行訴訟法273條第六項的機制 我們以前在職業的時候 我們發現 哪個筆錄或者哪個證物 好像有出現蛛絲馬跡 但是並沒有在 卷證裡面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申請 法院命檢察官來補證 那或者說 一些稍微的提醒 那檢方當然就是說 他就被告 有利不利的 他相關的偵查的這個證物 他通通都要送到法院來 那如果沒有送 他將來 將來再送 那當然也有證據能力 被檢驗的問題 那這個是想說 現行原則上 法理上 制度上 義務上 假官就是要提 他沒有理由不提 那他如果不提的話 那當然我們有機制去做一些補證 那也有機制去追究他 在這個證據上他沒有提的 他不能做他對他有利的主張 那另外從事實面來看 今天 時代力量黨團 他主張說 被告 辯護人 辯護人 他可以去檢驗 法院或者是偵查中 假官所掌握的 捐證 但事實上 你從實際上去看 其實你很難去想像 他怎麼去做 這樣一個確認 說 我今天去你檢查 官的辦公 來來來來 你這間辦的案件 你都拿出來給我看 我看 我想在書上有他的困難性 所以呢 其實我們今天這一條 主要是在講 我們沒有給 就是沒有辯護人的被告 他在閱卷這個部分的權利 那是不是要把一些例外 或者我們覺得可能有這些的狀況 放在第一項的這個原則 然後做一個全面性的規定 我想是有他的疑慮啦 那這個是我先做這樣的說明 謝謝 好 這個 其他的黨團 應該針對 七六四線的 他要試什麼東西 我們就處理這個 但是現在第一項裡面 黃國中委員把警察官的部分 也拿進來嘛 也就是說 另外變成原則啊 事實上警察官沒有拿出來 將來在法的影響 不可能構成證據 也不可能嘛 那你要拿來偷襲也不可能嘛 所以 剛才 終於沒有委員講的 我們 在上次修 七三七修的時候 是把 真 呃 羈押被 羈押被告的 約定權全部處理 那這一次要 是要處理 在法院裡面 有沒有 背後律師的 背告 當然這兩個 兵衛事實上被告 是 意義是一致的 所以我今天 我看今天的 真點應該是 比較重大 就是黃國中委員第一項的 檢察官 好 檢察官 這部分 把 要全部移出來 但是這個 這個事務上 當然有些 有些 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是 我想這個真點 等一下請法國安市 去說明一下 好不好 這個 檢察官 他持有 保管的 建宗證物 啊 讓辯護人 跟 被告來 來 查閱後 知道 啊這個 有什麼 後面 因為你後面 啊 已經 對前面都有 做了一些限制嘛 啊 能不能說明一下 來 看是 是法院還是 法務部 主席各位 這個 可能分兩個層面 嗯 第一個是 檢察官 把 現在已經移到 法院的這一部分 來 由被告來檢閱 啊有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檢察官 沒有移到法院的 那剛剛 方委員的提案裡面 看起來好像 更偏向 檢察官沒有移到法院的這一部分 因為移到法院來 那就有月券相關的規定 這是第一個說明 這是第一個說明 那我們現在說明就是說 檢察官 就是說 移到法院來的 卷證 那 被告要如何來獲取 這個卷證資料 大概有兩個 可能方式嘛 第一個就是 付費 然後人家把相關的 銀本 副本都印給他 他自己不接觸這個卷證 好 那第二個呢 是直接接觸卷證 好 那 從我們的條文來看的話呢 是 辯護人可以直接接觸卷證 那 被告呢 是不可以 那 但是大法官四字七百六十二號解釋呢 以後呢 他認為 如果你不讓被告呢 去接觸直接檢閱這個卷證呢 有 讓他不能夠 有效的來 行使 防疫權的話 你要讓他去 檢閱 那麼在安全無語下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區別 剛剛 黃委員特別 提到這一點就是說 欸為什麼 辯護人的權力都來自於被告啊 為什麼 辯護人可以直接接觸卷證來看 那被告反而不行 那當然這裡面 背後有一些 考慮 這些考慮 那這樣的考慮呢 在 這個九十六年修訂的時候呢 就有特別提到啊 這個在大法官四字七六號解釋也有提到 就是說 為什麼不讓被告直接接觸呢 因為被告是對這個案件有直接利害關係 那如果你讓他直接去接觸的話呢 那在保全這個卷證的安全上面呢 就要增加很多的勞費 那第二個呢 就是 被告如果再押的話 要提解 造成很多費用 所以 當初的立法 就這樣的設計 就這樣的設計 那麼當然呢 大法官說 到現代的社會啊 因為可以很多用銀本來代替啦 所以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 這個是立法原油 但是從現實上來看 現行的 規定 相關的法律來看的話 那 律師 他在執行職務啊 要為被告辯物 他有律師倫理的控制 他不能夠去損壞啦 或者是 這個 變更的這個 捐證 那除了這個以外 在刑法裡面 啊 譬如說 這個淵滅別人的犯罪證據 是構成犯罪 淵滅自己犯罪證據 是不構成犯罪的 那簡單的講 如果有被告來淵滅自己的犯罪 證據是不構成犯罪 這兩個在 法的規範的強度上 在 在情理上是有一些不同啦 不同 所以 在 過去的立法這樣子 做一個區別的對待啊 大法官 除非也認為 他的用語是說啊 這個 還算 還算合理啦 還算合理 在那個時代也算合理 那麼我們在 這兩個版本 這個中央委員提案的版本 跟時代立案提案的版本啊 我們這樣看起來是 中央委員這個版本呢 是針對 七六二號的解釋 進行的修正 那 而且他 他裡面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如果不當使用的時候 要如何處理 但在 方委員的這個版本 裡面沒有 裡面沒有 那如果 這次修法的目的是著重在 七六二號解釋的 他 的貫徹 那麼 當然 中 中委員的這個提案呢 是比較 接近 比較接近 謝謝 好來 那個法務部先說明一下 再請黃委員 謝謝 先跟 黃委員說明 那 那個 基本上 檢察官 對於被告不利的證據 大概他不會隱匿 除非他跟被告勾結 那麼比較有問題是 檢察官對於被告有利的證據 那麼為了要讓這個被告定罪 把它 把它故意 落送 那麼其實也不是只有檢察官 曾經發生過的 剛剛 黃委員他現在講到 這個 這個類類件 這個案件 那麼這個 目前這個 還有其他的 另案在證判中 這個我們暫時不表 那麼 事實上在 實務上 也有一些 那個 死刑那個案件 那麼 是因為司法警察機關 把對被告有利的 就是說 歷次的那個 自白 有那個 對被告 後來比較有利的自白 他沒有移送 那麼 所以 只有這種比較特殊的狀況之下 那麼 這個 涉及到 檢察官或是司法檢察機關的人員 他們的行政跟刑事的責任 這個 這個有隱匿的罪責 我們姑且不論說 那麼 這個 刑訴訴訟法 他要把這個 全券 起訴的時候 就要把券中跟證物 就要一併送法院 而且 在 審理當中 只要有這些缺陷 那麼 法院隨時可以 依據申請 令檢察官來補證 所以 這部分 我們 事實上 有法律的規範 而且 也很難想像 那麼 這個被告 會去隱匿 那個 對被告 不利的 一個證據 所以這部分 我們先 先做上面的說 謝謝 好來 黃偉 剛剛 呂秘書長所講的 根本就不是這一次修正兩個版本之間真正奇異之所在 被告個人 他去直接接觸 卷宗資料的方法 要限制他去親自接觸這件事情 兩個版本的內容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有風險 所以要限制他去接觸的方法這件事情 兩個版本都一樣 現在爭執根本就不在那裡 現在的爭執是 資訊的範圍 要不要一樣 方法上 你不讓被告去碰 沒有關係 你擔心他會如何如何 罵 所以你裡面都有排除條款 說要在確保 見證政務安全的前提下面 然後 你去限制他 這個沒有問題 那 方法上面 有做這個限制 但是範圍上要去處理 所謂範圍上去處理 我在講的更直接就是說 被告接觸的資訊範圍 會被排除掉你們現在所在講的第二項彈數 但是 辯護人可以接觸的資訊範圍 不會被排除掉第二項的彈數 我的理解應該沒有錯 好 那你現在就要回答一個問題啊 為什麼 被告自己都沒有權利去接觸這些資訊 但是他的辯護人 卻有權利去接觸這些資訊 理由在哪裡 好 那剛剛勉勉強強 我所聽到的一個理由是說 那因為辯護人呢 他有職業倫理規範 所以辯護人即使知道 跟倍數事實無關 或者是足以妨礙另外偵查 或者是涉及到當事人 以及第三人的隱私或業務秘密 被告沒有權利知道 但是我們還是決定讓辯護人知道 沒有關係 因為辯護人有律師倫理規範可以擔保 他知道就知道 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是對你們這件事情的判斷 我老實說我非常的擔心 我非常的擔心 在辯護人知道的這些資訊 被告不能夠知道的資訊 到底是為什麼 他可以拿來做刑事訴訟程序當中使用嗎 他在刑事訴訟程序當中 可以把它提出來嗎 如果不可以提出來 讓他知道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可以提出來 認為是被告辯護所需要 那你在邏輯上面 那怎麼被告自己沒有權利知道呢 我上次在問的就是這件事嘛 你們就是沒有回答 到今天還是沒有回答 那你說好 我們司法院跟法務部確信 律師倫理規範足以擔保 即使讓辯護人知道 我們現在在33條第二項彈書 把它排除在外面 連被告都沒有權利知道的資訊 足以擔保 我老實講 我不會堅持了 就照你們條文過 看出事誰要負責 看出事誰要負責 那第二個事情 偵查當中的券證 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 檢察官他會移過去的 都是他要去論證被告有罪 他所需要的東西 他會盡量移嘛 那有一些東西他沒有移過去 就是他認為他不需要嘛 那檢察官不需要 並不代表被告辯護人 不需要啊 裡面可能有一些什麼 裡面可能有一些資料 爬書過了以後是 足以去論證 這一個檢察官 他所傳喚的證人或使用的證據 他的證據能力或者是證據力 可能都有問題的 從被告 從辯護人的角度 是我們當然希望知道那些資訊嘛 那從正當法律程序的角度來講 沒有理由讓檢察官 可以把券放在他那邊 不移給法院 那你說檢察官 他以另案偵辦當作 或者其他的理由 他不移給法院留在他那邊 那個檢察官有違反什麼倫理規範 或訴訟法的規定 我認為沒有啊 因為這種案子太多了 那你說那個被告怎麼知道 檢察官有疑沒疑 難道去搜檢察官辦公室 就不是這樣運作的嘛 他就很單純的在法庭活動上面 就請示審判長 請檢察官說明 是不是跟本案偵辦有關其他的捐證 沒有移到本院來 還在檢察官的持有當中 那檢察官敢說沒有 那那個檢察官要對他所講的話負責 沒有就沒有嘛 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檢察官 他不會騙 他不會故意騙法官 當審判長這樣問的時候 那檢察官說有 那有你不移來的理由是什麼 檢察官說跟這個案子可能沒什麼關係啊 牽涉到其他另案的偵辦 那這個時候法官就可以介入去處理 是不是真的會去影響到其他另案的偵辦 是不是被告防禦權所需要 可以讓他去做限制的規定 我再說一次喔 牽涉到另案偵辦會去妨礙到的 會影響到當事人或第三人隱私或業務秘密 要把他排除在外 我再說明一次 我贊成要把他排除在外 而且是不管對誰都排除在外 對被告也排除在外 對被護人也排除在外 你把這個範圍弄清楚了以後 這樣子定出來就好了 那最後一項啊 就是說審查會通過的版本 最後一項啊 我老實講啦 你用這種概括的規定 從我的觀點來看 只是自私欲焚 什麼叫自私欲焚 就是持有第一項及第二項 卷宗證物的人 那我講的卷宗證物指的是 已經不牽涉到其他另案的偵辦喔 也不牽涉到第三人業務或隱私的秘密喔 因為我站的立場就是 那種資訊 本來就可以排除在外 辯護人不能知道 被告也不能知道 好 那些資訊被排除在外了以後 你說其他的捐證資訊 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概括的詞啦 什麼叫做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我老實講我真的不知道啊 譬如說啦 我是這個案件被告的辯護人 結果我看到偵辦這個案件的檢察官 對媒體講一些五四三的話 說我的被告如何如何 這個影響到我的被告名譽重大事項 那我用我合法越來的券喔 而且沒有被排除喔 沒有妨礙到另案偵辦 沒有牽涉到第三人的業務秘密 我用那個卷中譬如說筆錄啦 我把它拿出來 說檢察官胡說八道 我的被告沒有如檢察官對外所述的那些事實 來捍衛我的當事人他的名譽 那我請教一下 我拿這個東西來開記得會 是不是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我把它貼在我的臉書上 泡檢察官胡說八道公然說謊 這個是不是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那你該排除的排除 那不該排除的 本來就可以在他行使防禦權的範圍當中去用啊 那你加上最後一個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你到底是在講什麼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是除了法庭以外 只有能在法庭用 法庭以外通通都不能用 但是我老實講 任何一個審判活動 任何一個審判活動 對於被告權益的保障 從來都不是只有在法庭內嘛 在法庭外也是一樣啊 要不然我講得實在一點 馬英九一天到晚在開記者會 是在開什麼記者會 他也是拿那些東西出來用啊 那這個到底是正當目的 還是非正當目的 你指的非正當目的就所何止 你把範圍限縮的更清楚一點 未來在訴訟法的適用上面 可能會更清晰啦 好 好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兩個誰要先講 好來請官委員 好來 好來 修正幾點 第一個齁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奇異點 把它說清楚就好 應該相互是可以說服啦 為什麼齁 我是這樣想 第一個就主體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修法就是要更確認主體嘛 被告的權益嘛 所以辯護人 我們當然也是認為他是為了被告的權益而存在 那如果透過這一次的修法 那如果透過這一次的修法 把現行制度下 對於辯護人他可以檢閱 對捐證的權力更限縮 然後讓法官增加對辯護人檢閱範圍的裁定權利的話 這跟我們的立法目的剛好就相逆 因為我們更讓辯護人他要去掌握更多的諮詢 捐證的這個檢閱的權利 受到比限制之下更大的範圍的限制 所以是不是要改變限制 那現行的制度在運作之下 經常會有格格不入之處嗎 經常會有問題出現嗎 如果沒有我們突然去變更限制 那現有的整個司法人員的整個的community 整個的社群有共識嗎 我是比較擔心 所以這個是對限制的更大的限縮 那我想剛剛周圓雲或者是秘書長也提到的 專業以及專業的倫理 以及他專業行使上面相關法律的約束 之於辯護人跟之於被告那個條件也不一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雙方有區隔 在我不是學法律的人看起來 我是認為限制榮獲還是值得維持 這個是就辯護人的檢閱卷證的部分 那另外課題的部分 我倒是要說出我的疑慮 要限制兩者都限制或者是要放寬 兩者都放寬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檢察官他手中所掌握的卷中證物 他所掌握的卷證 依法理當全部交出來 不交出來反而是不當 反而是例外 如果這是這個法律制度 我們的司法體系所要求所必然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的這個文字下去 我們今天這個文字下去 把不當的必然 把不當的這個例外 變成喔 在文字上語意上 會形成一種文字的結構 就是把它變成是一種常態 反而正當化了檢察官 他可以持有跟保管見忠 會有這種語意上面 跟我們整個法律的文字結構上面的問題 我是有這樣的疑慮 就這兩個部分 我想我們是不是還是更審慎的來考慮 那至於說審查版本的最後一項 他也沒有法則 也沒有相關 就在本法啦 也沒有相關的呼應啦 他基本上也是一種道德勸說的文字 榮獲說 他是一個榮文 我們不予爭烈 我也覺得無傷啦 那這個部分簡單一見 三位 對 我想 我剛剛聽了半天喔 這個 這個是大法官釋制喔 762解釋喔 要賦予人權喔 那確保這個刑事被告 所享有的這個防禦權 這是應該非常 很好的一件 一件這個司法上面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是我想我看到那個 時代力量的提案 跟司法院跟法務部之間 是有一點小小落差 那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我覺得檢察官 所以把他的證物 送出來跟不送出來之間 有兩種 一種是他送 是要對他起訴有利的 如果他查到對起訴 不是很利益的東西 他當然不會送出來 反正會讓他起訴 有不正當性或什麼 可是對一個被告來講 他的權利喔 他如果去調發現說 你看人家剛開始調的時候 也有對我有利的 其實對被告來來說 他的人權也是有利的 可是在這裡如何取得 在司法上 在用實權利上 不要因為這些例外 而造成說 未來在執行上有困難 可是你的人權上 如何獲得確保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想你們再變下去 也還不是辦法 所以也建議說 這個院長 是不是讓這個 既能符合人權 二方面 在黃國昌委員的這個 他的修正 他們 時代立場的修正動議 和司法院跟法務部之間 你們如何取得一個 折衷平衡 人權又重視 是我們國民黨 所樂於看到的 因為人權是要重視的 可是司法體力上 會不會有 至愛難行的地方 那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文字上的 用詞請去司法院跟法務部 還要斟酌 好 謝謝 那也跟院長報告 因為這個時間因素 我以為你們會上午舉行 下午我們時間上有限 我也順便先提一下 我的立場 在這個等會要討論的 有關於刑法 185條之三 因為這是我們有提案 就是我們主張 酒駕是零容忍 所以酒駕再犯 而造勢致死者 我們主張提高行度到 無期徒刑及死刑 那或者是它下面還有一個 青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想這個行度提高到 無期徒刑或死刑 這種酒駕零容忍 是我們一個全民的共識 我再次強調 希望這個法案上面 大家待會在審酌這個法案時候 能夠讓這個社會大眾 酒駕零容忍的期待 不要落空 這是我所提出的一個呼籲跟建議 待會在協商的時候 希望大家注意到這個行度的問題 謝謝 好 如果省委員要提早離開協商 第33 你還是會等人來 好那沒有關係 好來 那柯委員來 針對剛才幾位的發言 我們從後面開始算起來 那個有關於不得救該內容 做非正當目的使用 那這個不是 剛才王委員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沒有法則 先事情條款 但是我們在過去也修法過 包括737也修過 737也有這個文字 737也有這個文字 大家看737修了33條之一嘛 也有這個文字 但是它也沒有法則 那另外一面 法院組織法第90條第14 也有這個文字 但是它有法則3萬到30萬 這點大家想清楚 那所以 基本上對於這個文字留下來 我是贊成的 我這樣贊成的 那王商在講說這個文字根本 到底用什麼正當性 非正當性 那個都兩面 自己操刀的 可以 看法會 說對 如果要去水開機 那警察會說的 真的假的 都大家收集 這個 什麼情形都會發生 就是所謂正當性 利用 那看法院 有關於 辯護人 的支援取得錢 和被告的支援取得錢 是不是一致 那剛才王商講起來說 誒 農賞款嘛 那 那 剛才 司法院民事長講的說 就有一點不一樣 都走去 衝掉 就說 被告 他有可能去把 損毀 結果 看法院就要不理我跳兩一張 要吞下去 那 那個 那個東西在法則上面 就和 破壞政府 別人 別人政府不一樣 這個是最嚴重的 最怕這個 他 touch到的時候 我反而 就對我大部理 我先說 聽起來 那個 這個問題 是不是 你講的韓文 我都講的是一致 我不知道 你看 文字看起來好像一致的樣子 這個當然要處理 讓被告 去破壞 因為 又輸不去破壞 背告 有可能 一看就知道 哪一個最有不利的政績 我想 拆兩一扇 破壞政績 所以這一點 當然我們要處理這一部分 假如有的話要處理這一部分 那第三點 真點就是說 警察官 要不要全部送出來 當然有但書 我是贊成的 當然有但書 那警察官全部送出來的話 會變成 立法變原則 那當然引發很多問題 都可以討論 但討論到結果 都各有 兩邊不一樣的看法 那基本上 我會支持 多次米韋的版本 好不好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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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有 就像我們剛剛管委員講的一樣 這個語意上 沒有這個所謂說 還有案件全件都送出去起訴了 依照264條說 卷宗證物一併都送交法案以後 還有檢察官持有的東西 這是變態的 這是犯罪或者是說書未送出去的 將來法案還可以補證 所以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座有當過檢察官的都知道 我們一個案件來 我們已經案件症結以後是全案移送 全案移送以後其實原本是在法院 我們檢察官這邊還會保留一份那個 那個原本 但是 很多案件併案的時候 比如說像剛剛黃委員講的 很可能像列列間那裡面他有很多的案號 那我這一件起訴的部分 我一定是全件被告有利不利的 一定是 見證都並送 沒有所謂說送出去我還有持有 那這個就是 這樣故意就是違法的 所以在這裡用這樣的反面的去規定 就等於 形同說檢察官還可以持有 以及起訴的 不管對被告有利不利的見證 那這個不是有問題嗎 所以 原則上在目前檢察官所有起訴的案件 依照法律規定 一定是全券都要送 一定是全案都要送 但是我們如果還有另案偵查 我們會把送給法院的部分 我們會引送 需要在另案偵查的部分 不是說我們故意去把一部分 這個部分留下來沒有送 那一部分送出去 沒有 實務上沒有這種情況 如果說像黃委員講的那情形 那是違法 那故意的 那是隱匿 不是只有檢察官會做這個事情 司法警察機關更多 所以 其實黃委員講這個事情 我們很認同 如果說有這種現象 這個基本上都是對被告不利的 所以他才把它刻意引力下來 所以如果沒有送出去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惡意 所以 在法院上 在法官在診所的時候 最正有疑是立歸被告的 是不是這樣 對 對 所以他說 這種情形的話 到底 如果我們大部分都是要送出去的 一定是他自己起訴 沒有啦 檢察官不是要送出去的 有利不利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所以他的見證有利不利 基本上都要全送 只有那種什麼情形 就是說 我們還有案件 另案要偵查的案件 把它引送部分起來 這個案件另外 我們還要另外再偵查 只有這個情形 基本上 偵查案都是全案都移送的 只有有需要要再偵查 那個 黃委員剛才提問了 大概兩個重點 兩個重點嘛 一個就是 被告跟辯護人之間 擁有的權利不一樣嘛 擁有的 支的權利不一樣嘛 你這個要回應啊 這個跟檢察官沒有關係 這是秘事長這邊 那你們要回應 要讓他先回應還是你要先問 好來 我大概前段講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在討論什麼問題 不要灰氣啦 我再講一次喔 被告本人去碰 他自己去看 去摸 那個卷宗的權利 要受到限制這件事情 大家都同意 不要再討論了 兩個版本都一樣 不要浪費時間 在討論這件事情上 一點意義又沒有 好 那現在有差別的是什麼 現在有差別的事情是 資訊獲取的範圍 不是方法喔 是範圍 不管是自己去應 還是 你付錢給法 法院要法院給你散本 都一樣啦 範圍 所以被告跟辯護人 是不是要一樣 現在的狀況是 辯護人都沒有限制 那被告本人 第二項彈數有排除條款 涉及到另案偵查 涉及到第三人的秘密隱私 被告不行 好 辯護人的範圍比被告大 那我現在就是問一件事嘛 我的理由 我問的事情就是說 那 辯護人去知道了被告不知道的事情 那些資訊 在法庭活動 能不能用 可以用嗎 如果不能用 那為什麼要讓辯護人知道 如果可以用 那被告為什麼沒有權利知道 如果這些資訊被 辯護人在法庭活動可以用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辯護人可以用 而且他用了 那代表有用嘛 那被告他是本人 他為什麼沒有權利知道 他在法庭活動上面用 會去影響到什麼事嗎 那這個就跟你說 我們有律師倫理規範 做擔保 兩者之間是相衝突的嘛 辯護人知道了 被告所不知道第二項彈數的內容 那請問 辯護人要不要告訴被告 是不可以告訴被告 還是可以告訴被告 就是你這兩者之間 差別對待的正當性到底在哪裡 不要再去扯 什麼去摸去接觸證物的方法 那個沒有歧義啦 被告本人去摸卷宗證物 這件事情要受到限制 這個大家都同意 我們完全在討論的 只有資訊獲取權的範圍 只有範圍上的問題 那第二點我要說明的事情是說 33條只有在處理資訊獲取權 不急於其他的問題 不急於其他的問題 我不認為 在資訊獲取權的範圍上 明確的規範 他資訊獲取權的範圍 包括檢察官 沒有移到法院來的 卷宗 會被把它解釋成說 那檢察官因此就可以不把卷宗移到法院來 這是兩碼子事情 這是兩碼子事情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面 如同剛剛蔡市長所講的 檢察官把所有的東西都移到法院 不會有剩了 檢察官手上什麼都沒有了 那也很好啊 沒有東西不在法院這邊 我們什麼問題都沒有 你要越也沒有得越啊 因為檢察官手上有的是空棲盒 他什麼都沒有 但是法條之所以要規範就是 在一些狀況上 在一些個案上 我們沒有辦法否認 有的時候檢察官的確 會有沒有移到法院的卷證來 這個時候 檢察官沒有移來的行為要怎麼評價 有沒有違反檢察官相關的倫理守則 或者是訴訟法的規定 在倫理上訴訟法上要產生什麼效果 這個我都尊重 但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33條 沒有去討論那些問題啊 我們只討論了一件事啊 那件事情就是被告跟辯護人 有沒有獲取這個資訊的權利 那我會提這個宣傳查案的意思就是 我認為有這個權利嘛 你在例外的情況你不移過來 我認為被告就是有權利去知道 你手上沒有移過來裡面的資訊是什麼啊 那你說啊可能會去影響到辦案或是其他的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彈書的條款 那個彈書的條款是 真的會去妨礙到的話 真的會去妨礙到的話 那就不給被告我也不給辯護人看啊 但是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這兩個差別是在這一邊喔 要不要限制被告看 要不要限制辯護人看 就是是不是在除外範圍 這件事情是誰判斷的 這件事情是法官判斷的 法官他可以去判斷啊 你說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不要給被告或者是辯護人看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條文的話 移不移來這件事情有沒有另案偵查的需要 這個不是法官判斷欸 那是檢察官自己判斷欸 我認為我手上的 是這個案件沒有需要的 我認為我手上的是另案偵查需要的 當檢察官自己做了這個判斷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從被告的資訊獲取權的角度上面來講 是不是要完全臣服於法官檢察官的判斷 還是事實上你應該的設計是說 那到底有沒有需要事實上法官來加以判斷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修正的東西 好 我為什麼齁 我一開始就先從737開始講是 我必須要再說一次啊 2017年那一年的修正 對於我衝擊非常的大 我為什麼衝擊非常的大 那一次修正我就一直講 你們不能只改737要的 你們只改737要的就是在補破網 還有其他的問題 結果大家都說啊很急 我怎麼就改737要的 那我那個時候也沒有堅持就放他過 我放他過的後果是什麼 過了一年以後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那狠狠被賞一巴掌 那所以才會再修改這一次的條文 所以我就拜託那個司法院跟法務部 是不是你們在慎重考慮說 你們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第一個問題讓辯護人知道第二項彈書的內容 是不是要讓他知道 讓他知道的目的是什麼 法庭活動可以用嗎 可以跟被告講嗎 如果法庭活動可以用 他也可以跟被告講 那你為什麼不讓被告知道 反過來 如果法庭活動不能用他也不能跟被告講 那你為什麼要讓 辯護人知道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 例外的狀況 有一些券證在檢察官手上 就是沒有移過來 你到底要不要給被告跟辯護人資訊獲取權 我的立場還是一樣 原則上要 但是如果有例外的話 如果有例外的話 被告、辯護人一體適用的例外的話 就不用讓他知道 但是有沒有例外 那這件事情不是檢察官說了算 是法官自己要進下去 進行判斷的 這個等一下喔 因為這個題目已經討論了將近兩個小時 問題非常的簡單 就是兩個問題而已嘛 那司法院你就針對黃國昌委員 所提出的 這個 辯護人跟 任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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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師還是堅持不要 因為雖然沒有法則 但是這個在民法上面 不是啦我問的問題你就回答 剛才為什麼被告 跟辯護人 這個問題 你為什麼會有 資訊取得的 差異你先回答這個問題 你先回答 第一個因為在辯護人的 我們的原來的條文是辯護人 沒有限制讓他通通看 因為他是要極力為被告來辯護 而且你也不必考慮 他會做非法違法的 使用因為他有 律師倫理的控制 但是被告原來呢是沒有 被告原來沒有辯護人 被告是不可以的 這次是例外要給他 所以在必要的情形下 才給被告可以來使用 相關的卷證 所以他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的這個但書的情況 他就比較嚴格 讓他知道跟讓他要不要 到法庭上去用是不一樣兩件事 那你可不可以繼續說 被告 看不到彈書的 辯護人看到第二項彈書的那些內容 到底能不能用 不能用啊 不能用啊 那給辯護人看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你不必在讓他看之前 你就要去篩選哪些讓你看哪些讓你 不能看 這個秘書長 這個有漏洞 有漏洞 他是整個券都讓 整個券都讓 辯護人來看嘛 對 他怎麼知道我哪一些地方 可以用哪一些地方不可以用 對就是說 辯護人如果拿這些東西上 法庭是沒有用的嘛 等一下 你為什麼會說他拿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沒有 他跟被告的這個什麼犯罪事的都無關嘛 沒有 等一下 你排除的有三種喔 第一個無無關嘛 第二個牽涉到另案的偵辦嘛 第三個牽涉到個人的隱私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嘛 對啊 你怎麼會說 對他沒有用所以他不必用 就是說你現在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 當辯護人知道 你所在第二項的彈書所列的那些資訊的時候 在法庭活動 可不可以合法使用 只要跟辯護範圍有關他就可以用 好 那如果辯護人可以合法使用這些資訊的話 那為什麼被告作為那個被告喔 作為那個程序的主體他不能知道 現在我在講的不是被告自己去印券自己去摸證物喔 現在我在講的是被告能不能夠知道這件事情 辯護人可以知道法庭活動也可以用 但是 對不起 被告我不讓你知道 這個是 什麼道理啊 我聽不懂啊 這個秘書長 那我今天如果沒有請辯護人 今天我是自我辯護 那些東西我不能看 那我為了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要逼我做什麼 要逼我去請一個辯護人 我請了以後他可以看 那我不能看 他先去看了之後再告訴我 這個到底是什麼刑事訴訟的資訊獲取權原則啊 這個秘書長 黃委員的意思喔 非常清楚 也非常簡單 如果被告的資訊獲取權跟他有關 跟他有關 那 他當然有權利可以來看 但是 如果辯護人 所了解的資訊 多於被告 你們覺得這是沒有用的 那又何必給他知道呢 院長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說 現在黃委員他一直在討論的這一點喔 其實我們現行條文就有做限制啦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修正並沒有去動這一條 我們這次的修正是四字大法官762 我們讓被告有去接近這個捐證的權利 那現在黃委員在討論的這個部分 是現行條文就有的 那所以就是說 到底要不要給被告做限制啦 那但是現行條文 這次我們的審查會 並沒有就這個部分去做任何的更動啦 所以黃委員才說 這一條要修正就要把它修完美一點這樣子 院長我再補啦 好來 中委員說的沒有錯 的確是現行條文長這樣 但是我為什麼要拉到2017年去講 就是我們立法院修法不能永遠跟在大法官後面 大法官講一點我們補一個洞 大法官講一點我們補一個洞 你要回到這件事情的本質 在刑事訴訟程序當中被告以及他的辯護人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資訊獲取權 也沒有牽涉到幾十個條文 就是在這個條文裡面 我們把範圍一次把它處理清楚就好啦 那要不然的話啦好 你下一個問題又一樣了啦 下一個問題是說 有請辯護人的被告 他的辯護人可以毫無限制的看 沒有請辯護人的被告 就要受到第二項彈述的限制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嘛 你做這個差別待遇的理由在哪裡 好來 所以現在要請問的是黃委員 因為聽到最後好像有點轉彎 聽到最後黃委員好像是主張 雙方都不要限制 但是您的修正案是雙方都要限制喔 他那是改得比限制還要嚴格喔 對辯護人來講會不會改得更嚴格 他是如果覺得有限制的必要 他是附加這個彈書啦 我講一下好不好 基本上 辯護人跟被告所 所取得的資訊 後取權是應該一致啦 那如果限制 因為有涉及 別人的隱私業務秘密 他可以限制 但兩個都不可以取得啦 他是這樣子啦 是一致啦 不是辯護人所能夠求取的 這個資訊後取權 比被告還多啦 意思是這樣啦 那比現狀更限縮辯護人的權利 沒有啦 沒有啦 有現狀是辯護人也不受限制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有啦 那你問一下 來 那個秘書長 你來回應一下 現在 要取得這些資訊 完全都沒有限制嗎 要不要說明一下 來 如果根據限制的話 就是辯護人閱卷是整個卷都拿去閱 這個法 法院沒有介入判斷哪一個部分需要遮嚴的沒有 所以現在就辯護人來講是 是 是 就是說他可以閱權卷 除非法律有另外的特別規定 那 被告就沒有這個權利嗎 被告沒有 那為什麼 呃 早期喔 就是說 不要早期說現在啦 現在 現在的這個 為什麼沒有 你們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的辯護人的閱卷權跟 就是說修法之後跟限制是一樣的 沒有去限縮他也沒有增加他的範圍 現在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意思 是說如果以審查會的意見通過 被告跟辯護人 求取資訊的後取錢是一樣的喔 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辯護人在修法前跟修法後是一樣的 那是辯護人 我現在是講被告啦 被告跟辯護人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剛剛 那為什麼要不一樣 那就是 剛剛提過的就是 我們在 刑事訴訟上面 辯護人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跟被告是不一樣的 辯護人要極盡所能的提供他所有 他必須要非常熟悉這個訴訟制度 他要提供給被告他 防禦的這個能量要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就是 就限制而言喔 他剛才又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被告自己是沒有請辯護人 是自己辯護呢 對 假設 被告是 就是他沒有辯護人 就是他自己為自己辯護的話 那就是根據第二項 對啊 他為什麼範圍會比較窄 如果是辯護人的話 因為他有他的專業 不是 辯護人的專業跟我被告作為資訊獲取的權利 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我覺得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 這樣的一個想法 沒有啦 黃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一樣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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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權益為什麼不一樣啦 總結點在這裡而已 不是 其實這個限制的事項講得很清楚啊 足以妨礙另案之偵查 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 這個被告得到這些相關的這些 捐證的資料 對他自己在被告這個案子 有什麼樣的注意 那或者是說 從 辯護人這邊 我們就全部開放 讓他能夠盡情的 盡情去使用這些捐證 但是他知道哪些他可以用 哪些他不能用 這就是被告跟辯護人之間的差別 我還是聽不懂 我們的刑事訴訟法33條會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 過去針對刑事訴訟法 一開始我們在定資訊獲取權的時候 從來就不是以被告當作程序主體的角度去思考 資訊獲取權是構築在所謂辯護人固有的辯護權之上 去發展的 你去看任何一本刑事訴訟法教科書 都是這樣子寫的 但為什麼會歷經了兩次大法官的解釋 對於過去那樣子的思維徹底揚氣把它拋棄掉 理由就是你作為程序的主體 當然要從被告的角度開始去思考這件事情 當你切入的角度不一樣 你每次修正的時候 就是補破網補丁式的修一點修一點 當然會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還是回來就是說 你讓辯護人知道的可以比被告還要多 那到底能不能用 你們又說可以用 那如果可以用我是被告 我當然會覺得很奇怪 主體是我耶 他可以知道他也可以用 反而我不能知道 那我到時候沒有請律師的話 那我的資訊獲取權的範圍 竟然比我有請律師還要少 這個到底是什麼道理啊 你對於被告跟辯護人可以區別對待 正當化的自由是在接觸證悟的方法 這個我們大家都沒問題 擔心被告去搞啦去破壞啦 我們去限制他自己可以去摸 然後律師比較可以自己去看 這個沒有奇異啦 大家看法都一樣啦 但是現在就不是在討論這個層次 我現在在討論的是 資訊範圍的問題嘛 蔡市長第二個問題 我再一次齁 我再說清楚一點 你剛才是非常一再說 檢察官不可能會保留證物 這是理由 我要跟院長報告齁 因為這個你可以注意看 因為現在最主要就是說 你是向法院來要申請越南這些見證 但事實上齁 這個所謂說 檢察官持有的部分 將來會演變成這個是向檢察署來申請越南見證 這個是 是兩回事 問題是我們沒有持有所謂的這個案件以外的這些見證 對啦 你的意思 是檢察官不可能這麼做啦 不是那個 除非有特別另案要偵查的部分 任何事情都有那個變態違反 黃委員是說 就是有這種檢察官如果有這麼做你們有什麼處分的條款 這個處分太多 第一個齁 做任何壞事都已經有規範 這個叫做檢察官做壞事 司法警察機關也做壞事 目的受壞事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要讓被告不利 所以給他做了幾份的自白 這一份看起來不太滿 我就給他遮起來 就不送給法案 只有這種情況 對 這樣子你們怎麼處置 那個違法的隱匿啊 隱匿證據啊 這個有刑事責任跟行政責任 那這樣 黃委 那這樣你能接受嗎 我再補錯一下 正常的情形齁 那正常的情形齁 如果漏送 在273條很清楚 就透過審理的過程裡面 就可以叫檢察官 要補證 你對這個你要有的這些資料 你沒有送過來 你要補過來 這法案規定非常清楚 所以你不能說 我現在去講這種情形說 我檢察官沒有依照 264條 移送見證在先 然後再繼續說 規定說 那麼我們就可以 因為你違反這個法律規定 而持有這些資料 我可以再向你夜見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都有法律規定的 那現在是在規定正常的 夜談見證資料 我們就是要依照正常的程序去夜談 那些被引力的東西本來就有法律規定了 那你不能說有那些 那些違反法律規定的這些 你在開一扇說 他可以向檢察官來申請夜見 現在向偵察中申請夜見 這還有一套很嚴謹的規範 不是在這裡規範 在這裡這樣規範會變成說 將來可以向檢察官申請夜見 我們檢察官沒有的東西 你去夜地 剛剛座委員就講 這實務上是沒有的東西 你要來跟我夜沒有 哪一個檢察官會自己承認說 我還有一些我沒有送的東西 那你來申請不是空的嗎 因為沒有那些東西 所以你申請的是 不管你的客觀的範圍多廣 就是沒有那個標的 方偉 我先確定一下 第一個啦 申請夜見的對象 不會是檢察署 申請夜見的對象都是法院 我跟法院要 那法院下一個一定是問檢察官嘛 說 欸 檢察官 你們還有沒有移來的券 那只有兩個答案 大多數的情況沒有 沒有就沒有 記名筆錄 檢察官說沒有 我們大家都相信 就擔保了 那第二個 檢察官可能會說有 但是 那個是另案偵辦的券 相牽連 另案偵辦的券 案子喔 太多了啦 不是只有親父烈雷劍的案子啦 現在 在北檢有很多案子 一部分已經起訴 另外一部分還沒起訴 這種案子真的非常的多了 那 下一個問題就變成是說 好 那檢察官你還沒有移來的券 我是法官 那我就會問檢察官啊 說欸啊你那些券怎麼沒有一併 把它移過來 然後說好 報告法官 因為這個牽涉到其他另案 偵辦 偵辦的需要 那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那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在這卷裡面的資訊 是不是 檢察官決定不移 被告就一律沒有權利看 還是 維持限制呢 就是檢察官自己 我講獨斷決定 可能用詞不是很好啦 就有法 檢察官自己就定了 那但是 如果到這裡的制度下面來的話 他就會變成了是說 欸這個是法官判斷喔 這個不是檢察官自己決定喔 就是我還是想不懂 就是說 呃 到底 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還有主席喔 委員剛剛就講出這個關鍵 所以 他申請的對象 是法院 法院 依照行訴 訴訟法的第273條 在這個 審理的過程裡面喔 對於這些起訴啦 或是一些訴訟的行為 在法律上 必備的程式有欠缺 那個情形可以補證 他本來就可以定期間 叫檢察官來補證嘛 那這些也可以叫檢察官來提出證物 或可為證據之文書嘛 這個本來就在審理過程裡面 法官可以依照申請 可以依值錢來處理嘛 我剛剛一直在跟委員跟主席報告就是說 沒有那個說沒有移送的卷證 這個是違法的嘛 是以為委員他因為在檢查實務裡面 其實我們那個所謂 是因為另案偵查 不是說我有一個案件 我剛剛拆成兩件 一件起訴一件還在另案偵查 我本來就是兩個案件 是因為在偵查裡面 所有的證據資料都是全案卷中 所以我檢查包括我起訴的檢察官 我起訴了以後 我擁有了持有的 我也是一份影本 所以再來在另案偵查 那一份也是影本 是這樣而已啦 所以我們沒有那個所謂說 我們還有檢察官持有起訴 沒有移送的卷證 沒有這種 不會有這樣的孤立 不會有這種前提啦 啊這個前提 既然沒有我們再去規定在這裡面 就奇怪 沒有啦 次長 如果真的沒有這種狀況的話 剛剛你也不用去講到說 要用273條第六項的情形請他補 沒有沒有 你聽我講完 我現在只要確定一件事 你們給我的書面說 如果有發生那個狀況的話 被告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273條第六項的規定 要求法院命檢察官補證 好 現在我最大的問題 就是273條的第六項 第七項 我看了是不是就了吧 就是起訴或其他訴訟行為 法律上必備之城市有欠缺情形 可以補證法院定期間 第一項的第七項 你現在在講的到底是第六項還是第一項的第七項 這裡面有六項 我講的所謂的補證 就是說任何大端的 法院在審理過程都可以要請幫來補證 那這裡面有關證物的部分 在第一項的第六項 第七項 對 那個是 我要提出來我的證據 我要提出來我的證據 你可以叫我補嗎 我們現在核心的關鍵就是 有一些券在檢察官那邊 就是您剛講的很例外的狀況 有一些券在檢察官那邊 他們有過來 我可不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273條的規定 由法官透過命補證的方式 要檢察官把券移過來 現在我的問題在這裡 各位報告 沒有券可以移的啦 對嘛 所以我們現在的真實就在 所以 萬一 好萬一啦 正常是沒有券嘛 萬一有券的話 可不可以用273條的規定 請他把券移來 因為基本上 委員講的這個萬一也沒有萬一啦 因為 這個另外的那個就是另案的 應該是另案的東西 對嘛 沒有所謂的起訴的見證還 對嘛 但是 你同一個犯罪事實 你可以把它拆兩岸嘛 那是有一些東西就是沒有移過去嘛 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剛才問他273條是不是這樣用嘛 你如果確定這件事情啊 就 就偵查的部分的券 273條如果確定可以這樣子用 我就偵查的部分 我可以跟部長講 我不堅持 但是 273條要這樣子用 就把它寫到 立法理由裡面去 這樣就清楚了 可不可以 我現在剩下 就是說但是喔 不是在這邊隨便講一講而已喔 是 273條真的可以這樣用 真的可以這樣用 就把它寫清楚 就寫在立法說明書裡面 那時候跟委員報告喔 可能我還是沒有講清楚 沒有那種問題 我們也沒有那種 剩下的券沒有贏的 我現在的意思 273條不是講說 喔你還有一個萬一有個券 那你就要贏過來 因為沒有那種券嘛 273條是說你檢查幫你起訴的這些證據啦 程式啦 你都還有欠欠 你要趕快補證喔 不然要做不利的判斷 對嘛 所以273條就不是用在這個脈絡嘛 因為那個委員講的那個啊 是我們在把原來他所謂的這個起訴的這個卷中裡面 我們把它 我們要用的 我們把它引送一部分 以檢察官來講 我將來公訴 我是全卷多多引送嘛 但是我有一個部分 我要另案 我還在偵查 這個是偵查整個 包括將來他是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活動的 所以這個卷我不可能說 將來我在偵查說喔 阿你法院再用273條 叫我另外那個在另案偵查那個案件再移給你 沒有啊 不是這樣 沒有 次長 我們先講有共識的部分啦 所以剛剛有共識的部分就是 273條不是這樣用的啦 次長我這樣說對吧 那個因為 委員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也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我273條是說 我們針對有問題跟沒有問題的部分分開來講啦 是不是真的會有檢察官手上有倦 沒有移到法院的 我們有不一樣的看法嘛 但是我們現在有共識的就是 273條 273條 即使出現那樣的狀況 273條也不是拿來這樣用的嗎 因為你們給我的書面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停一下 你們給我的書面說是要273條 我看來看去就看不懂啊 這個部分是這樣 我講的部分就是一個正常檢察官的偵查座 如果有一個檢察官 確實有胡偉人講的 來啦 立法理由寫一下啦 當然可以啊 那你立法理由寫一下啦 趕快過去啦 來 他講的那個前景是 等一下等一下 次長你現在又講273條 可以用嘛 好 273條用哪一項哪一款 沒有 第六項嘛 就是273條的第六項 起訴或其他訴訟行為 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序有欠缺 而情形可以補證 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期補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要請檢察官補移過來 沒有移送過來的券 是用273條的第六項 沒有沒有沒有 好 沒有關係 雖然啦 我個人 對於刑事訴訟法273條第六項 是不是這樣子使用 我老實講啦 我是高度的有一個大問號 但也沒有關係 解決問題比較重要 那只要法務部同意 在本來的 我們這次修的33條的 針對這個情況 在立法理由裡面寫 針對這個狀況 被告可以要求檢察官 依照273條第六項 處理 就這個部分 我跟法務部的真實 就沒有了 好 那你在立法理由 把這個精神把它納進去啦 那這個就 就依照法務部的條文啦 那剛才司法院這邊 這個就是 就是被告跟辯護人的 資訊取得權相關的部分 為什麼會有差異 你剛才說 這個柯文說是大法官的解釋 是怎麼解釋 這個在學術上面喔 辯護人的辯護權 他是一個全面的 他就是要全面的權力包含 接見被告等等等等 所以就沒有特別跟他限制 但是被告這個只是為了讓他 防禦必要 所以到當初 這個在民國九十 九十六年的時候修訂的 我們查了立法理由 是大法官解釋的 不是不是 不然你們說是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解釋 你這個 大法官解釋 七六二啦 我們就是大法官解釋 七六二啦 對啦 不是啦 我現在是在問他被告 跟辯護人 為什麼求取資訊權會不一致 大法官有沒有解釋嘛 大法官就是解釋說這樣的區別是 是合理的嘛 對不對 你們就是要回答院長嘛 我剛剛有 你又說不是 對 就是說大法官他是覺得是說 寫在哪裡你拿出來給大家看啊 這個在大法官四日七六二號解釋 有特別提到嘛 就是說 當初在九十六年的時候的立法理由 有基於這個卷宗安全的維護 避免勞費 對不起喔 我再插一下 你應該講完嘛 卷宗安全指的是接觸的方法 現在是在資訊獲取的範圍 沒有 我剛剛也就是 這個條文九十六年的時候的立法理由嘛 就是說 基於這個 避免這個 維護卷宗安全所生的勞費啦 等等 所以 又避免 為了第三人的營業秘密啦 還有隱私的維護 他的意思應該就是說怕這個被告啊 因為越南到眷內裡面 有涉及到第三人的隱私或者是營業秘密 然後去做一種比較不當的使用 立法理由說 為了第三人隱私營業秘密的維護 所以才做這樣的限制嘛 那為什麼在律師裡面沒有 就剛剛 但這個律師 第一條啊 這個條文已經很久了 那立法的理念應該建立在 律師呢 他是有職業倫理嘛 他不至於說去看到 不該看的東西然後拿去用嘛 所以不必特別去跟他做這樣的限制 我現在是指是九十六年的 立法理由 就是我們原來 在第二項喔 被告有加淡書 這個理由 他避免是為了維護卷宗的勞費 還有 避免 為了要維護第三人的隱私或營業秘密嘛 意思 所以這個 條文就這樣子 好來請換位 2007年那一次針對有關於卷宗閱覽權的修正 就是問題太多了 才飽受批評 相關學者的論述非常的多 飽受批評 批評的層次就是我今天一開始在發言的時候 所講的那三個層次的問題 也正是2007年那一次的修法 他是從律師固有辯護權的保障 出發思維根本錯誤 所以才會連續被大法官宣告兩次違憲 第二個 被告跟辯護人 你就獲取資訊的方式 不一樣要差別對待 說了好幾次 這大家都同意 沒有人有起見 我的版本是這樣 你的版本也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擔心 被告會去搞那個卷宗 所以方式有差別 這不是我們現在在爭執 我們現在在爭執的是 資訊獲取權的範圍 這個範圍 為什麼被告知道的 會比辯護人還要少 然後你又說 辯護人知道的 在法庭活動裡面都可以用 那這樣會造成很奇怪的現象啊 辯護人知道 在法庭活動可以用 但是被告不能知道 那被告自己 如果沒有辯護人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知道 那些資訊的內容 也無從用 我一直在問差別對待的理由 在這個層次上到底在哪裡 那你們一直在扯 扯出資訊獲取的方式 被告直接摸會去 會去破壞卷宗 那現在就不是在討論這件事嗎 不過黃委員 現在談的是沒有談破壞建築問題 第三人的隱私的問題 第三人的隱私的問題 還有營業密的問題 沒有彈書 我們應該是大家計較點 那個院長 我發言一下 762號的解釋 他雖然是講 刑訴33條第二項 然後說這個 跟法律的這個 政黨法律程序原則 義指不符 但其實他要求的是 直接去樂曲 接近這個建宗的權利 他並不是去講 33條第二項 但書這個限制是違憲的 所以當初我們在這個修法的時候 我們沒有去考量到這一條 要不要去做變更 大家黃委員 他現在還有他的立法意志 但是就是說 就762號來看的話 這個整個 這個憲法的解釋裡面 他並沒有說 33條第二項 但書這個限制是違憲的 現在不是違憲 沒有違憲的問題 現在是被告跟辯護人的權益 知識請求權要不要一致的問題 這不是沒有違憲不違憲的問題 好來 謝謝 院長大家好 我聽了這麼久 我覺得我用非法律人的角度來講 我都只有陪審團 進現在案子全案移送之後 那辯護人他可以看全案那很正常 因為他們是專業 那現在就是說 國長兄提到就是說 被告為什麼不能看全案 資訊有差距 因為這個全案裡面 可能有一些是跟那個 那個第三者的隱私 或者是說另案的偵查 或者是跟被告的事實 無關的這些東西 就是說 這個全案裡面 有一些是在這三項的限制裡面 有一些是其他的 那辯護人用專業的角度就是說 他本來就是可以讓他看全案 因為他是專業 那如果說 編護人看到這些 跟被告有益的部分 他可以提出來 為被告論辯 也可以這一些 對被告有益也可以讓被告看 但是被告 因為他的身份是被告 那只要跟你有關係的 你都可以讓你看 那跟你沒關係的 或者是有牽涉到另案的 那他就不能讓你看 所以基本上 辯護人他看到全案的資訊 的確是比被告還多 那但是被告你如果有需要用到的 就通通讓你看是可以 那因為國昌兄你們是律師嘛 那一般的被告 如果說他就是完全一般的普通人 你去看全案有可能 你去看到其他東西 不可以看的 對啦 但是這個也有一個盲點 在國昌講話以前 如果被告沒有請辯護律師 啊我自己辯護 我也有我自己辯護 我就少了這個資訊的請求權 那因為 因為齁 這個部分是 因為你律師就是有律師的 被告如果他也有律師的專業 當然是很好 那但是呢 你現在即使你是律師 你現在身分是被告 那可能有牽涉到其他的影響的 是不是 你不需要知道的東西 你就不需要去看 來 來 這個 來 來 黃偉 我把問題討論的焦點在其中喔 現在大家有共識的是 被告的辯護人知道了 在第二項單書排除的資訊 有用的話 在訴訟程序上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好 那現在就問題來了嘛 這是對於被告有用的資訊 可以拿出來用 那如果被告自己沒有請辯護人 你為什麼拒絕我去接近這個有用的資訊 專業或不專業 不是在這裡進行差別對待正當的基礎 專業或不專業 跟這裡的資訊獲取權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也有可能請到一個律師他就很傻嘛 裡面有用的東西他也不會用 我自己幫我自己辯護 卻拿來給我看 我覺得我看得懂啊 你差別對待的理由 絕對不是在說那個人是辯護人 還是被告本人 那今天 即使牽涉到其他的人 辯護人看了以後 你們如果在政策判斷上是認為 那個訴訟程序當然可以用啊 那代表對被告是有幫助的啊 如果那些資訊即使牽涉到其他人 對被告有幫助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讓被告自己看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啊 我補充一下 全案裡面有一部分是 就是對被告有用的 可能被告不知道的 全案裡面可能有一部分是牽涉到另案的 或第三人相關秘密的 那這個被告也不知道 那我今天如果是辯護人是律師 就是我看這個全案的時候 我會去分辨說哪一些是被告有用的 哪一些是有可能影響到第三人或另案的 那今天如果全案讓被告看的話 他可能除了他有用的這個部分 他沒有看到可以讓他看之外 但是他可能也看到另案跟牽涉到第三人秘密的 那如果這個東西讓被告全部都看全案的話 是不是你這樣子一個彈書本的設計 就會影響到另案或是第三人秘密的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辯護人跟被告是應該有差距的 你還是最核心的問題嘛 牽涉到第三人秘密的事情的時候 你到底對被告有幫助 你要不要讓他看 要還是不要 你現在的問題是看身份嘛 如果是辯護人可以嘛 如果是被告不行嘛 你差別對待的理由在哪裡 因為辯護人是律師 如果跟第三人跟被告有關係的 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讓他看 這個部分可以拿出來讓他看 但是如果是被告的話就不能看 就是說你辯護人用專業去看所有的全案之後 你發現這個部分 雖然有影響到第三人的秘密 但是呢他對被告是有幫助的 所以辯護人可以看嗎 應該可以把這個部分也可以拿給被告看 阿對嘛 阿對嘛 阿你辯護人就可以拿給被告看 為什麼被告自己不能看 因為他全案可能有一部分是不相干的 但是有影響到另案跟第三人的 是不是有這種狀況 你要把所有的 你想像得到出來的講 當作紀委料啦 這一個 這個7624出來 這個但書本來就是 原來就有的版本嘛 阿現在這個版本 現在這個也沒有改變嘛 我們只是處理 最後應該的被告的 被 被告本身的 內檢權的問題嘛 那當然 從剛剛講的 也不是完全沒有 大家人都會休息啦 誰人都會休息 包括剛才說的 這人利用以後 那這都休息啦 你們把它引申到極致的話 是這樣的吧 你們的第三項 好像是說 在這些狀況下 法院也得以裁定限制之耶 是喔 對啊 那現在就是說 到底是 這種狀況下 法院要自己來做裁定限制 還是說一開始我就 就你的版本 你們那個黨團的修正監 也是說 在這些狀況下 是允許法院是去用裁定限制的嗎 是 對啊 沒有錯 我的邏輯非常的一貫 一開始我們遮住的時候 就是說 這是法院 這個部分就是限制嘛 不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嗎 他兩個都在一起 不是啊 那你就辯護人的部分耶 你要 所以你的真點是說 辯護人這部分就不能看 對我來講啦 不管是被告還是辯護人 他的資訊獲取權 當有必要做限制的時候 是要一起做限制的 在這邊喔 只有法院說得以裁定限制喔 不是法院應限制喔 得以裁定限制他在處理什麼問題 得以裁定限制他在處理的問題就是 法官在具體個案的時候 他要去做balance 所謂balance是 如果這件事情 對於被告的防禦權之行使很重要 即使會牽涉到其他人的隱私或業務秘密 在那個天平上 他還是有可能為了保護被告的防禦權而不限制讓他用 但是如果說對於被告防禦權的行使不是那麼重要 而牽涉到其他人的隱私或業務秘密的話 法院得以裁定禁止 這個是在證據法上面 本來就是要這樣子進行操作的 對不起院長 是 但書也是法院得限制之法 一樣的嘛 現在整個聽起來 就是說 時代力量的版本其實 唯一現在剩下來的差異 因為剛剛檢方的那個部分 已經要用立法理由來處理了嘛 所以現在剩下的部分 其實我這樣子來說明 看對不對 現在剩下的部分就是 要把 辯護人 越覽卷證的範圍 一體限縮 沒有啦 現在剩下的是這個啦 對不對 好 那我是比較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審慎 而不要冒然 去把現有行諸多年 對於辯護人 卷證的這個 越南 或者是調閱 的這個接近權 突然之間 在我們這一次的修法 突然就把他現縮了 這個全國的律師界 恐怕也沒有心理準備 也從來沒有聽到說 我們正準備要修法這樣做 我認為這是知識體大的 一個制度的改變啦 因為限制就是這樣嘛 限制就是對於 辯護人 我對於 見證 好的接近 越南 等等 就是沒有限制的嘛 那突然之間 我們今天修法 要把它拿來限制 因為我們現在 只剩下唯一這個爭議了嘛 那難道真的 我們這一次要這樣做嗎 我是 我是認為要很審慎啦 因為我們跟整個律師 的這個專業體系 也從來沒有對話過這件事喔 有關於卷宗被告跟辯護人 卷宗閱覽權的事情 絕對不是今天才討論 2017年就開始討論了 我們的版本 在2017年就提出來了 我們版本那個時候 提出來的時候 也有跟關心這件事情的律師團體 去進行溝通 但是我們的版本 2017年要處理的時候 就被勸阻 說不要處理 我們先處理 補4至737的洞 把它補起來 那補的後果 就是後來又被宣告違憲 所以才有第二號大法官解釋出來 那整個立法上面的歷程 我相信司法院跟法務部都非常清楚 在立法院公報裡面 也記載得非常的清楚 那你如果說即使以這次的修法來講的話 也不是今天開始討論 2018年的時候 就在委員會裡面討論 在委員會裡面也有進行黨團協商 我再講最後一次 就是司法院或者是法務部 剛剛就法務部的部分 對我來講重要的 只有制度能夠運作的擔保這樣就夠了 我不會堅持說你一定要寫在哪裡 法務部的部分 你要把它放在立法理由當中 這個我OK 但是 作為要去處理一個資訊獲取跟接近權限的 這樣子的一個條文來講 目前審查會通過的版本 如同司法院所講的 的確是在補4至7流2 但是我的立場是我們不能永遠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補大把關宣告的破洞 他講一個地方 我們改個地方 他講個地方 我們改個地方 這個資訊獲取權的條文 不應該這樣處理 司法院要堅持你們現在的版本 我沒意見啦 我沒意見 就是說我為什麼不同意司法院的意見 我想我把理由講得很清楚了 那當然 司法院的立場 我了解 我也尊重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同意嘛 因為我就說我2017年 這樣放過一次了以後 我2018年就已經難過一次了 因為當初就是為了要統一司法院說 趕快依照4至731趕快補過啦 其他的以後再談啦 這個理由用過一次了 我也同意了 接下來的後果就是 就是對於我作為一個法律人來講 我必須要說難以承受之重啦 我放掉了條文 結果後來被宣告為一線 那2007年資訊獲取權 當初訂的條文到底有什麼大問題 我再說一次 累積的文獻已經非常的多了 該怎麼樣的修正 也有先進行相當的討論了 好 院長我講一下 現在一直在這個直播上面說 我當初放掉了 這個也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啊 這很奇怪 你這個該堅持就要堅持 我當初就是一直心軟怎麼放掉 那個一直在強調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構成什麼理由 也沒有任何正當性 現在差一點是在法案財政限制之 或是法案限制嘛 他文字上面 好 那個 事外應該回答一下 以前因為我們大法官 曾經做過這個 這方面的解釋 把它弄清楚 今天不要大家在那裡頭講 這個是什麼樣子 我是覺得很奇怪 我再重申一次 整理到最後 只剩下一個爭議 白話文來講 我覺得你們都用那種專業的語言 永遠沒辦法對焦 白話文來講就是 要不要比現在的制度 更進一步去限縮辯護人的月眷權啊 要還是不要啦 只剩下這個啦 你說對不對 民署長 對 那就很簡單讓院長知道 讓所有人知道嘛 對 所以 那我們真的要在這一次的修法 去把現有制度裡面 辯護人可以全面 全面閱覽捐證的權力把它限縮嗎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政黨是不會的嘛 所以現在剩下的只是說 時代力量黃主席 他是願意說 好 我們這一次還是補破網就好 暫時不要限制 還是說他堅持要用表決 我覺得只剩下這樣嘛 對不對 你們要劃凡預減吧 這個問題就很簡單啊 這個 談到最後只剩下這個嘛 這個我再了解一下 秘書長 第三十三條審查會通過的版本啊 後面 有一個 啊 所謂的 啊 啊 第二項喔 被告 以審判中得預納費用 到法院得限制之 這是限制被告嘛 那 辯護人是 如果陳魯官委所講是 沒有任何法條可以限制他齁 是這樣子嗎 其他特別法 裡面有一些限制 譬如說 國家經理在 這個條文啦 這個條文 在行刷啊 沒有啦 所以我們是非常贊同 剛剛廣委員啊 袁姐應該就這樣寫啦 因為 這個把目前 辯護人可以 沒有條件的 檢閱卷宗的權力 要做這樣大幅的限縮 這是一件非常 重大的事情 這跟被告 如果以 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 辯護人 跟被告 擁有同樣的權力 也一樣 同樣會被限制嗎 就是把辯護人限制住了啦 跟限制不一樣 我講 那 現在你們的版本 是辯護人是不受限制 只有被告被限制 對 是這樣子嗎 喔 對不對 那國產委員是不是這樣子 對 現在就是說 好 我們要不要 限制辯護人 在審判 審判的過程之中 取得 資訊的 相關的權力 不要受限制 只有這個一個啦 對 我們 我們是建立齁 這個 這個如果要限制 他要經過更大規模的討論跟對話啦 因為那個影響非常大 這個對被告 影響很大 很大 那 那國昌兄您卻不堅持 我其實在委員會喔 跟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喔 司法院 法務部 如果你們要按照你們現在這樣的條文過 你們要負責任 我會尊重 但是我一定要在立法的歷程裡面 把這一筆清楚的留下來 我再說一次喔 你們 要負責任 我會尊重 因為 這一些條文的更動 事後 都會影響到具體個案的操作 那如果 今天司法院 還是要做這樣的堅持 我知道下去表決一樣是輸啦 他下面講三分鐘 在這邊已經講的夠久了 我的理由跟立場 我論述的非常清楚了 那 我只能夠說 那個條文如果要這樣過 那就請你們負責 我不會堅持說這個條文 就因此要表決 我可以大概把我的意思講清楚 但是 就剛剛法務部 同意的 那個部分 因為我老實講啦 273條第六項 真的不是那樣解釋的 但是你們要那樣解釋 能夠去解決 然後在偵查中 如果卻沒有移過來 我也OK啦 在立法裡我把它寫清楚就好了 好 那這樣子喔 第33條 我們就照審查會的版本通過啦 但是 就是 在 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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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 他在移送證物的過程 有沒有隱匿相關的 那個 就用說明欄 來做規範啦 依據 哪一條可以來做處理 在說明欄裡面來 來處理 好不好 好 那 呃 在 辯護人跟被告的部分 就尊重司法院的意見啦 齁 不過司法院 齁 也確實要來 啊 思考 這樣的條文 符不符合 齁 整個的程序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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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 第三十三條 我們 啊 就 做以上的 協商的結論啦 說明來 先來寫一些 啊 除 啊 司法院提出 說明 說明三 修正文字外 另請法務部 會同司法院 提出有關 刑事訴訟法 第兩百七十三條 第六項 與扁條 適用情形 至相關文字 齁 齁這個把它寫出來啦齁 齁 這個 我們就照審查會的結果通過 說明來什麼時候寫 有有寫好了 寫好了 大家看一看 好 大家看看 沒關係啦 我們先簽他再看 那個只是修正文字而已啦 好 好 那第三十三條 我們就這樣子啦 好 來 好 來